那么这段视频呢 我想对我们的中场提出一些要求 在新的赛季 我们可能打四中场 五中场或者六中场 是在昨天的这个群组讨论中 一个人提议过 是在教练组的考虑范围之内 但不管打几个中场 我们会射两个后腰 这是在比分 打持平或者是在领先的情况下 我们一个基本配置 而如果当我们的比分在落后的时候 然后教练组会根据场上的情况 进行继续调整 好 现在以两个后腰为例 后腰像我们第一 昨天所说 在后卫先拿球的时候 后腰应该是面向我方球门 然后来接应的 那当他们接到球的时候 如果包括边后卫和中后卫 传给后腰球 是保证后腰没有人在贴着 后腰的情况下 才可以给他球 否则的话 你给到后腰球没有意义 后腰又要回传给你 所以后腰拿球的时候 应该是在周围 没有干扰的情况 他可以拿球 可以分到这个边前位 可以转身往前走 可以分给另一个后腰 可以这边转移 他出球陷入应该是很多选择的情况 这是后卫传给后腰球的一个基本原则 后腰拿到球以后 尽快地通过传球来实现转身 刚开始接球的时候 你是面向本方球门的 后腰拿球以后 尽快地要实现面向对方球门 这样的话 你可以获得往前的一个视野 当然当这个前面路线被阻死以后 后腰可以选择回传 回传给边后卫信量 如果要回传给中后卫的话 不如直接大连进 然后回传给我 这是后腰的一个基本要求 边前卫呢 边前卫在本方边后卫拿球的时候 应该向本方边后卫靠拢 让本方边后卫有一个合理的出球点 因为在边线附近 边前卫的处理也就很简单 你可以传给后腰 当后腰这块周围没有什么人的时候 没有什么防老队员 你可以放进传给后腰 然后边前卫或者回传给边后卫 边后卫面在那接你 然后边后卫再处理 按上一张所说的 可以处理三条路线 而边前卫如果觉得在这个角上 有信心的话 或者是有一些机会的话 当你过了半场 是可以尝试过人的 我只是说尝试过人 尝试过人要求一个什么目的呢 尝试过人之后 如果没有过去 球要我出了边界 如果被断掉 你要负责抢回来 这是对队友的一个负责 也是对整个球队的负责 所以边前卫的选择 传给边后卫回传 迫不得已的情况 如果你身后有人贴着 然后传给后腰 如果你的后腰身后都有人贴着 那就只好传给边后卫 如果后腰周围没有人贴着 传给后腰 这是你的最好的选择 然后当你这一天有空放地 可以转身 然后可以尝试过人的时候 可以尝试边路突破 往下过人 这是我们边前卫的一个要求 基本上来说 中场球员 因为我下一章会讲到前锋球员 在我方中场接球的时候 他并不是直接冲到对方中卫身后的 他们也是回到中场来接球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后腰和边前卫 他们有足够的出球点 他们既可以往回传 也可以之间互相传递 也可以传给我们边前锋 前卫球员 但始终记得有一个基本原则 是传给球 那个正面面向你的球员 让你的队友正面拿球 这样的话 让队友处理起来更简单一些 同时中场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就是当这个中场 你自己球在你脚下丢掉的时候 你无论如何要把球抢回来 这是你的责任 这是你在球场上的这个位置 要求的你这个责任